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 今天西方是星期二,2月4号,2月20 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一天接近要回家 这一次真的要回家了 东方现在已经是2月5号,星期三了 好,我们继续努力 那今天的灵命日良呢 是昨天弟弟花枪先来的 但是也是我们这边的2月4号 所以大家今天的灵命之良是承受迎喜 承受迎喜 receive the promise of God 那也谢谢弟弟花枪 每天先来的灵命之良 还有Kelvin upload在YouTube里面 好,大家继续努力 要记得永远的感恩 永远的走正义路 永远的追随着主耶稣 牵着主耶稣的手到永恒 而且要爱神,爱人 一定要爱我们的上帝 三位一体的上帝 天父,天子,圣灵 还有一个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只有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 才能够到父哪里去 那主耶稣就是这个道路 真理与生命 除了主耶稣之外 没有人能够到父哪里去 一定要靠主耶稣 感谢赞美主 好,大家 我们就进入灵命之良 现在我先跟大家分享 因为到我的头脑 我就跟分享一下 那今天呢 图画重复都画好了 看到的意象都画好 只剩下一点点的位置 那我就跟主讨说 今天的总结局 那他就给了我 我要爬起来就画下来 对不对 然后之后我说 神啊重复满了 那你等一下继续给我的意象 就是给明天了 OK 祈求主给我早一点 给我明天要做的事 那他就给我看到什么呢 我等一下就跟大家讲 好,灵命之良 就是从希伯来 希伯6.12 那我们就从希伯来书第6章第12节读下去 那12节这边讲 其实我们就从第9节 we start with verse 9 亲爱的弟兄 这是保罗写给希伯来教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观景比较强 有得救的表现 有没有 我刚才读到这边 我说 这真是 一次得救 一次得救 不是说永远得救 一次 就是介绍主 耶稣一个人的救恩之后 然后不能够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是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再读一次 第9节 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观景 你们的观景 你们情况比较强 为什么呢 那就怎样呢 比较强 因为你们的观景比较强 有得救的表现 有得救啊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虽然你们是基督徒 不是说你能够随便用神给我们的救恩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生活上 跟着世界而走 不能够 那他想跟希伯来这个教会 讲说 因为你们的观景这么强 很强的 深信主耶稣 跟随着主耶稣 紧紧跟着他 那你们就是有得救的表现啊 这是得救的表现 对不对 OK 所以这边也表示说 不是全部的基督徒 都有得救 那不一定起求是基督徒 后来不是基督徒 还是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今天的礼命之调里面有讲说 很多东西是因为人不知道 所以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允许 第十节 因为上帝并非并不是不公义 以致忘记你们为他所做的工作 以及你们过去和现在服侍圣徒所表现的爱心 有没有看到 不是上帝忘记你们所做的 但是上帝是公义的 十一节 愿你们个人从开始到终点表现 出同样的努力 以便对所盼望的有完全的把握 有没有 第十节也讲到爱心 一定要有爱心的表现 而且不要懒惰 不要懒惰 那就以便对所盼望的有完全的把握 以便就有这个完全的把握 盼望着哪一天主耶稣来接我们回 这个盼望呢 就有一个很完全的把握 所以大家我们跟随着主耶稣 紧紧的跟着两年多了 我们不放弃 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我们不可以放弃 我们应该走的路我们走完 我们应该打的仗也打完了 应该跑的路也跑 所以呢 应该这件事情也做了 所以大家就有这个盼望的把握 一定回家 好 第十二节 这样的话 你们就不至于难上 可以效法那些凭着信心跟忍耐承受允许的人 有没有看到 因为我不能够懒惰啊 不能够懒惰说 哎呀莉莉啊 每一天都要三十几个分钟到四十分钟 我为什么要这样啊 我读一点圣经祷告就好了 当时神给我们这一大群人的工作 一定要做完 不可以懒散 懒散的话 就没有这个把握了 可以这样讲 当时大家还是要继续努力 这边讲到你们要凭着信心 信心和忍耐 所以我们经过了很多信心的考验 一光又过一光 一光又过一光 可以说十几个 十几光 十几二十都有 然后呢 又要忍耐 就是叫大家一定要忍耐 所以 我讲到这边 想到什么呢 每一次讲时间到了 当时间到了 认为说明天后天就发生了 或者是两三天就发生了 那我就看到阿爸父跟主耶稣的关 就看到阿爸父看到主耶稣 有时候就很近 有时候就比较远 经常那边门开了 那最后那边我知道说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阿爸父来看我的话 跟主耶稣来看我 那就是说还没有到 就是说莉莉啊 你还要稍微等一点 等一点 所以就来给我们一点安慰 但是这一次好像没有 看到 上帝跟阿爸父跟主耶稣来看 当时刚才在楼上跟我 你去分享一点的时候 有看到天使在上面 天门那边 有好几个 好像四四五个 那不是只有两道关 不是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一次是真的回家了 好接下来 上帝的允许可靠 第十三节 当初上帝向阿爸拉罕 许下诺言的时候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评价 启示 就评着上帝他自己本身启示说 我必施恩给你 施福给你 使你的子孙众多 阿爸拉罕经过仁耐的等待 仁耐的等待 等待 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神叫我们明天要等待 明天要等待 那明天我们才知道 我相信就是回家了 明天呢 大概 我们明天早上看 主给我 通常醒来 他就立刻给我意向 好几个意向 那明天早上看 神给什么意向 如果有特别的话 我就会 就是 Sang WhatsApp给大家 好不好 所以 10点之前 10点之前 10点之后我就不Sang了 因为很多人就要睡觉了 如果 说明天说 OK 还要稍微等的话 那我就不Sang了 如果说 就是要回家了 就是5号 6号 7号 有可能到7号 东方 我们就是稍微等一等 感谢上美主 那15节 我再读一次 阿波拉罕经过耐心的等待 耐心的等待 还什么 耐心的等待 得到了上帝的允许 这也是上帝 跟我们讲的话 我们要忍耐 忍耐的等候 大家都等了 根本就很忍耐的等 而且充满着信心 爱心与盼望 好 那灵命之良呢 我就快快读 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所得的 有限成就就不多 人的能力也达不到 当时圣经有很多宝贵的允许 今生来世都有不知道 更不能不去得到的人 是我们最大的选择 有时候就是因为不知道 有时候就是不去得到 好 而这些允许 无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面是实在的 是我们可以得到的 虽然有些允许 富有者条件 好像我们这群人 跟着主耶稣 可以陪着主耶稣 完成这个事工 我们是有条件的 但这些条件 也可以靠着主成就 只能够靠着主耶稣成就 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好处 来生福分是很多 很大的 这都在神的允许范围之内 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 为我们神了 也愿意把 旺游跟他一同的 白白的赐给我们 对不对 不单是给我们 他的独生子 而且是给了我们 他旺游跟主耶稣 就是上帝 也可以说是主耶稣 白白的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 不过要想承受各种的 各种的福分 各种的常业 我会接下去 就要怎样 必须凭着信心和忍耐 有没有看到大家 有没有看到 上帝是不是该考验我们的 信息到今天两年多了 还有忍耐啊 这就是圣经讲的话 就是真实的话 就好像根材 已经从圣经里面读出来了 没有信心的话 就否定这个允许 不相信神会成就 这样就根本不想得到 也不能够得到 首先呢 就要相信上帝 所允许的必能成就 这也是我们昨天讲的 信心的表示 就是祷告 我们一直讲到祷告 因为神的允许是赐给求的人 所以我们求上帝 跟随着着 紧紧抓住主耶稣的手 难道上帝不坚固我们呢 南帝上帝就跟我们讲 你走吧 没有 因为我们时时刻刻 都抓紧主耶稣的手 等候主耶稣来接我们回 而且是相信所求的 必能得到的人 再者就是忍耐 有些因此不是立刻得到 必须忍耐 神在这两年多已经幸灭了 我们很大的忍耐 就是给我们聪明智慧 有没有 聪明智慧 如果到今天 有些人说 很久了 等了 不用等了 那这种人就是缺乏了聪明智慧 因为你已经等了这么久 你现在放弃 OK 对不对 我看到蓝色的观想一下 这是放弃的话 真的没办法了 这种人真的没办法 必须忍耐 是祷告也必须这样等候 就是祷告也必须这样的等候 如果我们用信心跟忍耐的话 而且特切的祷告的话 就必能得到神的允许 感谢赞美主 OK 那今天的灵明智慧 是我们每天讲的话 就是 也是圣经讲的一清二楚 好不好 也神允许给阿巴拉罕 毕竟阿巴拉罕要忍耐的忍耐 最后他得到上帝的允许 我们是阿巴拉罕的后裔 我们也跟阿巴拉罕一样 要有成就 主耶稣就要来 借我们回来 好 大家看图片 今天看到的差不多有十个十一个异象 刚才最后那边有十个十一个 还有多 当时就是不记得 还有其他 有好多其他 当时不是那么清楚 就是很容易忘记的 那是一定看得一清二楚的 而且记得我就赶紧记下来了 有时候真的太累了 好 那看到的异象 但有些是昨天看到的 所以大家看到好像整面都是 有些是昨天 昨晚虽然两面还有剩下 那就我今天现在跟大家分享 好像我的手指上自己在指示什么东西 OK OK 我就继续了 那在昨天 三点三十一分下午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好像一个时钟 然后十二点的单位是出去的 然后在一点两点的中间那边有一个 orange color orange color是橙色的一个圆圈 在过去就是蓝色的圆圈 蓝色就是代表天国天堂 那orange color 橙色呢 就是之前大家记得吗 有看到很清楚的一个印象 两年了 差不多两年 就是天 然后四方格 四方格我相信说 就是哪一天回家吧 与主耶稣在一起 与主耶稣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到orange color 就是说跟主耶稣在一起 之前有orange color 是看到橙色 SF56进去这个标杆 就是S很大致的出现进入标杆 然后S出现变成小进入标杆 然后5呢很大变成小进入标杆 然后6呢很大就变小进入标杆 OK 所以这个两个橙色跟蓝色 很重要 蓝色 有没有看到蓝色之前是看到6 然后负就是跟阿爸负啦 6 我相信这边不是 也可以讲星期六 当时这一边我相信也是讲到6号 那之前有joy on 6 on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是on呢 为什么是on呢 joy就是喜乐 6 on 通常是哪一天的话 in也是用on on 如果哪一个月是用in 特别是on就是哪一天了 所以是6 有可能是星期六或者是6号 到现在我们相信是6号了 那接下来又看到负 然后三对不对 这个三呢 有没有现在已经过了三号 很可能是 我相信是代表星期三 那就是明天我们这边是星期三 上也是了也是晚了 好 那不可能商业啦 为什么呢 已经很正确的跟我们讲是222 一直讲222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也是 昨 我就相信昨天看到了 大家下去那边 第七 我就这样 昨天先讲了 第七 昨天晚上10点20分的时候 就 其实印象是这样 是到一个地方这样 然后他就很快就散过来 到另外一个就是 我相信散到那一个地方 就是星天星地 然后再下来一点就是说 到一个那个 theater theater叫什么 戏宴这样 然后里面呢 看到在台上呢 有好多个 也不是说小孩子啦 也差不多有 11岁12岁的男男女女 在那边准备唱歌 他们有些拿个音乐器在那边 就是准备我们回家 唱给我们听 炸美酒 尤其是炸美酒 欢迎我们回家炸美酒 好 接下来好像是 有没有好像是黑白啦 黑白还是说 他们穿着白色跟黑色的 那第八那边就是 昨天继续下来 就是七分钟之后呢 就看到这个时钟 这个时钟只给我看到 一个时钟的四分之一 只有从12点到3点的位置而已 那这个时钟 我知道神在暗示些什么 但是呢 我从 OK 这个时间是指做 如果没错 如果是指做2点10分 就是 2 怎样 210 OK 10 past 2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 也 也 也 加拿大这边也从东到西 都有4个小时 好像我这边 跟 Mick在温哥华 差了4个小时 那如果以色列那边 以色列国家这边 差了6个小时 那之前神都有 有给我看到 日本的啦 以色列的啦 英国啊 OK 当然加拿大这边 还有加拿大东部 所以 刚才最后那边的意义 就是说 明天就是等 OK 我们就是等 OK 等后时间到 如果东方超过6号到7号 大家就是等了 就是等 好不好 OK 这边20 就是不能够跟大家讲清楚 差不多 我知道 倒是不能够说 100%确定 所以我也不讲了 神说不用讲 就是叫大家等 后了 好 接下来呢 也是昨天看到的 就是有三行 照常我们看到 我们每一天画的 这个三个方格 OK 三个方格 然后呢 上面下面 中间呢 就看到写着18 OK 18一个圆签 我们常常看了18 那我今天 如果是明天 明天后天回家的话 明天后天回家的话 那就18 也可以说是1跟8 1加8就是9 1加899 就是永恒 8就是家 上一次主耶稣 带我出去 回来的时候 也看到一项 就是讲到8 就是家 那之前也是9 上去到连接8 那1118 也可以说 只剩下一天 只剩下一天 就回家了 OK 然后我看到是三个 下面又有一个 OK 下面又有一个 今天可以说 今天明天 18 有可能今天吗 OK 但不要紧 我们就是等候了 那昨天也有看到 这个红线 红色的线 就是上去 从9点的单位 到12点的单位 那之前呢 常常看到9点到12点 对不对 或者超过12点到1点 其实6号在12点的单位 那还没有7号之前 还没有7一点之前 就是7号之前呢 就是这个12点到7那边 还没有1秒钟 1秒钟 半夜1秒钟 还没有到7号 也是少是6号 所以大家有聪明的通道 会了解这句话 好 那就上去到6点的话 6点也要走下去 就还没有到7号 就是6点了 好 那接下来 它下面一点就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小汤匙 不是小汤匙 是一个汤匙 这个汤匙呢 是蓝色的 是蓝色的 蓝色就代表天国天堂 好 那18也是昨天看到的一项 就有三个颜色 11点的第二部位呢 是橙色 12点是紫色 再过来是黑色 黑色的 那之前有看到这个时钟 一直看到好多次 就是一个Alam Court也好 一个时钟也好 就是两个针 红色的针 只做11点跟1点 11点跟1点 如果我们根据 我们现在从正月到现在 有三个圆圈 三个时钟走的话 那我们3号是在9点的单位 我们现在4号呢 是在10点的单位 明天是在11点的单位 明天是11点的单位 后天就是6 但是东方可以讲说 明天就是6了 对不对 现在已经5了 对呀 OK 所以就从11到1 就是5号 6号 7号的当中 5号6号7的当中 那之前如果你flick过来的话 也就是5 对哦 从上面 有没有看到 5、6、7上面 OK 把它转过来 flick over 就到下面的5、6、7 有没有看到 那之前有看到 蓝色的5、6、7 那边是蓝色的 那我刚才讲到 那个攀石是蓝色的 所以之前有看到 一项 4变成6 6变成8 OK 4是什么 今天就4号了 对不对 4号了就变成6 6了就变成8 嗯 什么意思 之前前两天不是有看到 这个一项 在洗手间 就看到我的头脑在讲 1 他那边画 1、2、3、4、5 5就亮了 亮了没有看到6 没有看到6就变成7了 所以可以讲是配合这个4变成6 6变成8 那我们可以讲说我们也是6了 变成5就不要去想他就是6了 一起了 昨天不是有看到一项一天 一天 所以呢可以讲来讲去就是说明天后天 我们就是等候 就是等候而已 OK 我相信很快我们就在另外一端相见了 好 那我们再上去的话 有没有看到11那边 为什么写11呢 因为那个是比较早一点 所以11变成在上面写着6 对不对 那是昨天 应该昨天跟大家分享 那是昨天了 忘记画下来 大概讲又讲过 就一直有看到6 6在上面了 上面了不是在中间了 就上面了 OK 接下来 他也是昨天看到了 就是很亮光的白色的 OK 有一个好像90度这样 上去过去 OK 向着东 向着北 OK 那中间是东北的方向 就一个箭头上去 然后那边有个白色 白色就是新天新地那一端了 所以如果这样跟着时钟来讲的话 时钟来讲的话 刚才不是有时钟看到2点10分吗 大概就是那个部位 当时是哪一个国家 我就没有很清楚100%的概念 OK 那我也不要讲了 很怕讲错了 而且神说不用讲 那就是要等 好 接下来是看到什么呢 上个看到这好像一个四方格这样 然后上面呢 也可以讲长形吧 上面是蓝色 其实全部都可以讲蓝色 但是已经 意思是讲 我们已经到上面 只剩下蓝色的 只剩下一点点了 大概下面的是白色了 所以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这个医生是昨天看到的 好 那昨天也有看到 大家记得吗 我是讲 好像有20多粒 30这样 在水里面有这个 灰色的椭圆形的东西 那后来变成红宝石 对不对 所以我刚昨天就讲了 好 那看16那边 有没有看到16 还有一个紫色的一条 木棍这样 也是蛮扩的 那个线 叫好像1 这样 1 也可以讲紫色的1 然后有三条线画过去 三条线 那是昨天3号看到的 那我们可以说4号算起了 下面4号 再上去就5号 再上去就是6号了 6号 好 接下来17 是这样 我看到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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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画的画面 是那个面包 面包 它通常面包上面不是会这样 碰上来 碰上来那个皮 OK 有两个 两个碰上来那个皮 然后它下面有 接下来有两个圆圈 黑色的圆圈 两个 那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昨天看到的意象 我相信 我相信说是讲到4号早上的早餐 5号早上的早餐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早餐 就是4号 今天的早餐已经过了 那明天还没有过 明天我们还会有早餐 OK 我相信是这样 然后下面有两个黑圈 对不对 我相信就是连跟上面一起的意思 不是说上面两个又加上面两个 不是 我相信不是了 然后接下来 18那边 那旁边有没有看到红色那个画面 那个就是画那个东西 那个放眼圈 那天会发光的 那个 没知道像是怎样 每一次看到它发很亮的光 我就照个照片 当然照不到那个发亮的光 红色的光 当时也有东西照出来 对不对 然后internet把它结合起来 你会看到会发光的 又有白色的 又有红色的光 里面有白色 对不对 搞些上面就形状有一点白改变 这是真实的 你绝对不要下第一了 OK 那18那边也没有看到 对不对 是昨天看到的 昨天下午5.08分 508 5就是N点8 就是家 OK 是这样 看到主的 注意 我忘记了 有一个 我也想我忘记话 就是主耶稣的手 因为他的手指比较长 真的看到主耶稣的手 他的手指比较长 OK 比我的长 OK 然后他就是 5 那是昨天还是前天看到的 就是面对我 OK 就是说N点到了 N点到了 好 这边是看到 主的手 就一大 第一个手指指做向外 OK 向外就是要出去了 要出去了 然后进来一点点 有三个手指 还有一个大拇指 大拇指就是N点 然后或者是了 再过来也是三三 也是了 那是昨天看到的一项 也可以说昨天是3号 对不对 或者是说4号上起了 因为我们3号 东方就4号了 456 OK 456就出去了 456就出去了 好 那我今天 还有一个就是 我忘记画下去 有四个黑 黑点 有四个黑 就是神的手就 什么 第一个手指是指上去 OK 指上上去 一点歪一点 但是他后面的手指 中间的手指 跟后面就结成 跟大拇指结成一个0 OK 我会看到好像一个6 OK 就是说6号就是0了 6号 6也可以说变成一个6 就是6号就是0了 6号就是王了 OK 6号就是0了 其实他旁边我有看到四个 我一直讲要记下来忘记 一二三四 四个四话 四话 灰色的四话 这灰色的四话 这样子讲来 可以讲说 星期四 OK 星期四 星期四 对不对 也可以说我们今天是四号 怎么有四话呢 也可以说是星期四 或者是讲到是今天现场的 给你看到6号就是0了 好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感谢他们要记得 为世界祷告 为武汉祷告 当然为这些人很不幸的 得到这些病的 为他们祷告 也希望没有人在得病 全部的人都恢复健康 那神大大赦免世界的人 OK 主啊 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 怜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今天原谅我们的罪 原谅大家的罪 我们人都是患罪 就是缺乏了你的荣耀 主啊 请你赐恩给我们每一个人 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来帮助我们慧改 帮助世界的每一个人慧改 主啊 请你把这个福气 这个福分 这个赐恩 这个怜悯 这个救恩 赐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那包括这些得了这个 这个武汉这个病 叫做Coronavirus 还有很多 就是 你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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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